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25日 星期一 經常都覺得星期一才是一個星期的新開始 很多朋友說不是 星期日才是 但對鄺仔來說 自小到大 星期日也是放假的 所以星期一新開始感覺上好像是正確一點 面對著新開始繼續努力 謹受崗位 希望我們的聲音繼續陪著各位在大家身邊 首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有專家倡議 不如多派生果金 即是派多些生果金來鼓勵老人家打針 因為若然你要逼老人家用疫苗通行證打針 看來也不是很碰當 不如正正經做些獎勵 要不派消費券 要不派生果金 究竟最新的情況如何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令變相和各位網友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社交距離措施 梁子超說能否加快放寬 仍然有待觀察 再倡議發額外的生果金 有到長者打針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 本港疫情近日有所緩和 政府亦由上星期四 4月21日開始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 能否加快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仍然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並建議政府重新考慮增加接種疫苗的誘因 並建議向指定日期前完成接種的長者 額外發放一個月的生果金 梁子超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本地疫情的下跌幅度放緩 新增的確診數字在過去兩至三個星期 每個星期減少六成 但在過去的一個星期 只回落了四成七 他指雖然整體風險相對較低 但長者和小童的接種率也較低 可能會在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時受到威脅 認為能否加快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仍然需要觀察一段時間 他強調屬於高危群組的幼童仍未復課 並指他們的接種率低 在感染過後出現重症比率較高 認為需要留意在幼稚園復課過後有沒有出現爆發的情況 他又指當局應該在學校復課時進行大型疫苗推廣 澄清社會對疫苗的誤解 並指疫苗通行證未能有效推動社區的長者打針 建議政府重新考慮增加接種疫苗的誘因 並舉例指向指定日期前完成接種的長者 額外發放一個月的水果金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專家梁志超的最新說法 亦是我們一陣子的說法 老實說 若然現在未打針的老人家一定有不同的原因 你迫他也沒用 倒不如做誘因 礦仔的倡議就是派多一期消費券 很簡單 若然願意啟動打針 不要說完成接種 因為也不知何時是兩針 何時是三針 倒不如正正經去讀疫苗誘因的計劃 即是打了針的長者就有份 畢竟大家都在幫忙 若然專家的理解 打疫苗有助 降低死亡入院的比率 亦都在幫助香港醫護人員的壓力 何時如此 政府沒有理由不做一些疫苗誘因 而且昨天才爺已經說過 盈餘教育其中多 香港上年度的盈餘是290億元 比財政預算案預估的189億元再多一百億 多一百億 礦仔說不如派上他 不知各位怎看 不妨劉過言說一說 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 因為這些民生意行 即是沒有人說的話 我們幫忙 希望凝聚大家的智慧 大家怎看梁子超倡議 若然老人家願意打針 多派一個月的生果金 我們認為多派一個月 生果金也好 長者生活津貼也好 甚至直接派消費券也好 這個有因 大家怎看 贊成可以留個言說一說你的意見 另一則相關新聞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內科醫學院指 未打針的長者 死亡風險高21倍 較高機會出現長生冠 報導的內文是 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以來 死亡數字突破9000宗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李錦韜 在電台節目表示 過去3至4個月 因為新冠病毒而離世的人數 當中95%超過60歲 他引述研究指出 60歲以上未接種疫苗的人士的死亡風險 比已打針的同齡人士超出21倍 希望長者不要再為接種疫苗而猶疑 並重新獲制及本港數據都肯定疫苗的安全性 他提到 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在染疫過後 情況亦會較已打針的長者差 包括肺部可能有損傷 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甚至需要呼吸機及接受高濃度氧氣治療 即使康復 日後或是因為呼吸困難或肺功能有障礙 需要再入院 並有機會出現長生觀和 他希望大眾好好利用現在政府提供上門為長者打針的服務 如果預約人數不多 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將年齡限制由現在的70歲降至60歲 他亦鼓勵長者接種第四劑疫苗加強保護 現在有上門幫助長者打科興的服務 之前要預約 而且年齡是70歲以上 專家所說 不如這樣降至60歲以上 說不定會有更多人考慮用這個服務 綜合各方面的聲音很簡單 增加誘因 亦希望降低上門打針的年齡援纜 相信會有幫助去推動認認真真做好長者接種率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說說交通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專線小巴在農場道脫車要拖走它 說到農場道今早發生罕見的小巴脫車而外 一間專線小巴今早往觀塘方向行駛期間 駛至近明愛醫院的時間 左前車就飛脫 這些真是脫車 真是比較少見 還在農場道繁忙時間突然間小巴脫車 幸好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但怎樣說也好 各位司機大哥要定期檢查一下自己的車 來到節目尾聲曠仔為各位網友報導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元朗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 局部地區有驟雨 吹黃昏偏南風 只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 亦有一兩陣驟雨 下週初風勢頗大 驟雨較多 今日氣溫特別熱 最高31度 最低25度 這一刻是接近30度 突然變得很熱 即是早幾天還可以穿長袖衣 有一兩天 突然間今天開始熱到睡在這裡 昨天已經是大汗臨來 不知道各位路友記有沒有下街逛逛 若然真的一出去戶外行山 行路都要帶點水 看來要繼續喝水才行 因為實在太熱了 接下來是初夏 夏天未來 各位路友記要多加注意天氣變化和身體狀況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路友記 這段時間 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最重要 希望繼續堅持努力留著一百聲和大家跟進 大家未必會最關注民生意涵 但對鄺仔來說 民生意涵真的要放手為 老百姓過著怎樣的日子 即是要透過不同的聲音反應 說利民紓困措施 既然現在已有290億元左右的盈餘 這個盈餘較預期中多一百億 在這個時間 是否應該跟蔡爺說一說 怎樣把這一百億派給市民 這樣做的話 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因為現在道手都是三千元八達通消費券 其他有些不算 接下來還要多拍兩次卡 才可以拿齊五千元 亦再次提醒各位老友記 去OK便利店拍卡拿剩下的消費券 會額外有現金券 提醒各位老友記 希望我們的資訊繼續幫助各位 大家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大家幫幫忙按LIKE 看看廣告已經是非常大的幫忙 我們繼續努力做好數據和數字的整理 亦希望繼續做好利民紓困措施的詳異 我是邝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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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